您这过百都是小事儿 哪都不算事儿 他那个 耳不费 耳不费 眼不花 眼就是白色的 耳不费 他思路还特轻 是啊 老人还是有个话的 哎呦 原来读过书这样的 咱妈一看 您以前是高学历 哈哈哈哈 他这个年龄段就算是有学历的 要他您读的是什么 我说孙中山先生的书还是 孙中山先生的书 读了二年 我解放又读了四年 哎呦 那您这个 毛笔字都是毛笔字写的 我上学也是毛笔字 都是毛笔字写的 梯啊 作文啊 都是毛笔字 哈哈哈哈 您要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不是 不相信你们就钢笔了 我说一会我们呢 都是毛笔字 现在拿毛笔 写作文的 都是毛笔 打字 或者我们还用过钢笔 什么不知叫钢笔 是 在解放 我又上 就是战神的 战神的钢笔 用这个 明天在解放啊 就越发展了 用钢笔了 哈哈哈哈 哎呦 是 那大妈您年轻时候 您是做什么的 我妈妈呀 她是山东鹏来人 哦 嗯 六六零年吧 嗯 六零年您来的 那时到了北京 我父亲来北京 嗯 然后到这来我老妈呢 就等于考那个 嗯 同仁医院 哦 故事 哦 后来就是在街道 嗯 嗯 做一些工作 然后成立 嗯 把街道老人呢 都都给你组织起来了 是啊 组织起来呢 就做街道的工作 然后成立一个街道的 嗯 这个叫加工厂啊 哦 就是叫皮站 皮站加工厂 哦 然后做厂的 它有文化呢 它就学技鼓动 我妈自己学 到正经呢 这个皮站上学 学完了以后 回来教他们 哦 教你啊 做皮站 成立一组 做皮站加工厂 吃厚的 厚厚的 那个 那个皮钱包 哎呦 皮钱包 嗯 我上油料厂 多是 所以老人就算 还有个那个 有个工作吧 叫什么 叫退养 嗯 然后是不是有 五个月 也有三四天的 生活费 三千四百块 三千四百多 三千四百多 嗯 这过九十了 有一个 你爹 是 五百 是六百 是几百 人家这玩意儿 十千年 都家基本用不着 都是儿女 谁来谁 谁花嘛 大妈真是 真是年轻 都您可真辛苦 对啊 对啊 这可能人 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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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家